好 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來說呢 其實在部分地區 還是有下氣比較大的雨勢 您從雲圖上可以看到 有部分的雲性是消消漲漲的 而到了明天天氣狀況 會變得比較穩定一點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到 其實主要來說 明天因為這個高壓的影響 所以各地天氣狀況 會變得更加穩定一些 全臺都會是比較偏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不過另外要提醒大家 目前在臺灣南方的這一大片低壓帶 未來不排除 也會有持續影響臺灣的可能性 因此從下週開始 就有可能會受到它的影響 水氣會增多甚至不排除 還有可能會增強成為熱帶性低氣壓 不過我們都還會持續 為大家來關心 至於明天的天氣 我們來看到 其實各地的天氣狀況是很穩定的 只有在接近山區 還是會有零星降雨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來看到 明天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市 都是勤到多雲的穩定天氣 高旺還有機會來到34度 會覺得比較熱 另外桃園新竹跟苗栗 同樣勤到多雲 高溫甚至會飆到35度 外出要多補充水分了 台中 昭華跟南投 同樣是穩定的天氣 南投的高溫來到34度 至於在雲林 嘉義跟台南 是勤到多雲 溫度是26到34度 高平地區明天也是露出陽光了 溫度是25到34度 好 繼續往東不走 宜蘭 花蓮跟台東 通通通都是穩定的天氣 溫度是25到32度 至於外島地區 在馬祖 金門跟澎湖 是勤到多雲 金門的溫度是26到33度